客家阿嬤的菜包竟然怀念了古早味 以木雕及童话文明的三艺 也是道道弟弟的客家庄 来到这里等要尝尝客家米食咯 以前就要过年过节 过什么节做做什么 现在改变了 一年到晚都有人吃 为了32年过的阿婆 一身好手艺全来自妈妈 我妈妈就讲啊 学到就是你的 你叫学啊 没有学哪里会 我妈妈就教我 什么东西要怎样做 我13岁我就会吹了 那都只好很糟糕 我们就贴东西上去 今天我们很辛苦 这看似超贵的专心 三艺人将来菜包 青草般的绿色皮来自艾草 以前艾草到处都有 连那坟墓那边都很多 去卖的时候人会问我说 你去坟墓采的吗 后来我就想说 我自己田里种好 要用手去除草 不能昏咬 草拔干净 艾草都会漂亮 婆婆不但自己种爱草 就连客家菜包 与粽子里不能耍萝卜干也自己晒 今年就晒七八百斤 我自己晒的萝卜干 没有放番茯鸡又比较香 阿福的菜包皮又薄又Q 包了满满的馅料 吃完满嘴都是菜脯香 粽子吃得到萝卜干的脆与咸香 嗑完一整颗也不觉得腻 看到已经七十多岁的阿婆 依然这么努力地活在当下 我想我一定要认真的过生活 刀新闻苗里报导